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就在几天前的2024年3月4日 法国议会两院以780票赞成 72票反对 将女性自愿终止人生权写入宪法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 也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 在宪法中为终止人生提供明确保护的国家 真让人感叹不愧是革命老去法国 关注我微博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之前我在微博上推荐过一本书 叫《去他的父权志》 讲述的就是近200年来 法国妇女平权运动的进程 书中记述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 独霸让人热泪盈眶 如今女权这个词虽已经响彻大街小巷 却极少有人知道 女权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2024年的妇女节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女权版法国大革命 感受一下催枯拉朽的女性力量吧 大家好我是小明 订阅我的频道 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法国大革命之前 国王路易十六主持召开了三集会议 需要选举议会代表编写陈情书 法国妇女们意识到 这是一个为自己发生的好机会 于是获得了参与机会的几个女性团体 代表妇女撰写了陈情书 还印制了大量写有妇女诉求的小册子 他们控诉法国社会不让女性接受教育 使女性蒙受无知之苦 他们还呼吁社会培养更多的助产士 以解决分娩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顺带一提 古代妇女死于分娩的概率高达八分之一 他们还向国王要求获得离婚权 并控诉三集会议代表 默认不提名女性候选人的现象 而了解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三集会议最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法国妇女也因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扛着大炮包围了凡尔赛宫 把国王绑架到了巴黎 这就是著名的凡尔赛妇女大游行 在整个大革命期间 法国女性都是革命中的一股中间力量 她们创立了大大小小的女性政治俱乐部 创立了共和与革命妇女公民协会 给报纸投稿 编写小册子 旁听国民议会 还有一位叫夏洛特的女侠 刺杀了雅各宾派的肉喇叭玛拉 然后慷慨赴死 推动了雅各宾派的垮胎 由于女人们坚持不懈的斗争 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后 立刻就颁布了婚姻法 规定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 享有同样的权利 同胞兄弟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这就意味着 女人不但能提出离婚 还能拥有财产了 非婚生子女也得到承认了 这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 简直都是不可想象的 紧接着 在1793年 女性像男性一样 接受公共教育的设想 也被提上了议程 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毫无疑问是振奋人心的 但法国女人们知道 自己依然只是韭菜 而不是公民 毕竟一个公民 怎么能没有选票呢 而且女性受教育权 也一直没有落实 没有女革命者的牺牲 就没有法兰西共和国 但共和国的所有权力运作的场所 却全都把女人排除在了门外 从中央到地方 每一级革命议会都对女人大门紧闭 女人不仅无权代表自己 甚至连选择哪个男人 在会上代表她们的权利都没有 更可气的是 在大革命之后 这些由男人们组建的 把女人排除在外的新政府 稍微稳定下来之后 就开始陆续剥夺革命期间 女人为自己争取到的权利 并且通过国家宣传机器 向大众宣传艳女的言论 污名化女权运动 真可谓鸟尽工藏 兔死狗烹 面对父权社会的无耻 革命老区的女人们 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很快就有一篇作者不详的 向国民议会申诉书流传开来 内容相当劲爆 以至于有人认为是男人直笔 写来反讽的 文章不但要求 法国上下彻底废除男性特权 要求把男人享有的一切权利 同样赋予女人 还要求在语言的使用中 摒弃男性更高贵的暗示 推动法语阴性化 甚至还要求 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 有穿裤子的权利 这些要求可真是反了天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法国男人 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后 会有多么恐惧和愤怒 恨不得把所有女人 都用铁链拴起来 于是拿破仑在颁布 拿破仑法典 也就是法国民法典的时候 直接剥夺了女人在大革命期间 为自己争取到的所有权利 规定女人结婚后不能工作 不能拥有财产 不能提起诉讼 不能签署文件 法国民法典还规定 妻子必须顺从丈夫 不能出轨 而丈夫则可以随意 对妻子使用暴力 并且可以随意出轨 和逛红灯区 更可气的是 女人还必须在 结婚典礼上宣读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拿破仑说 近百年来 妇女已经忘了 敌人一等是什么感觉 因此直白地提醒他们一句 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才能让他们记住 应当顺从那个 即将成为他们命运主宰的人 法国民法典对女性的压迫 还远不止这些 1804年 拿破仑还重建了 红灯区的秩序 把逛窑子 视作男性必要的需求 用立法保障男人 逛窑子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 封臣女子却受到 屈辱的监视和社会的歧视 也就是说 虽然有这个需求的是男人 维护系统运转的也是男人 但为之付出代价的 却是女人 一个女人之所以沦落封尘 无非是社会没有给女性 提供足够的可能 让她们找到一份 有价值的工作 拿到与男人同等的报酬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活下去 出卖尊严就成了 唯一的出路 而一旦选择了这条路 就很难再回头 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限制女性的财产 想方设法 让女性变得更贫穷 再把红灯区合法化 这其实是一套组合拳 所以只要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女人 因贫困而沦落封尘 自愿下海这种说法 就不能成立 而说到这儿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男人一直以来 都是在利用国家机器 来压迫女性 而女人的反抗 则全部都是肉身冲塔 但即便这样 法国女人们也没有放弃战斗 既然不结婚 就能享有民事行为能力 有条件的女人们便纷纷用不婚 来对抗恶法 于是整个19世纪 法国的城市结婚率 开始像自由落体一样直线下降 除此之外 类似于四通桥事件的冲塔行为 更是数不胜数 1880年7月14日 是法国国庆节 由女权主义者 直接跑到火车站大道上涂鸦 写出打倒法国民法典 1904年 在法国民法典诞生 100周年纪念仪式上 女权主义者们更是直接冲到仪式上 火烧民法典 放飞写着 法国民法典是共和支持的超大气球 随着时间推移 就连封城女子也加入了冲塔的行列 用包围教堂 发传单等方式抵制性剥削 不得不说 法国女人是真敢干 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说冲塔就冲塔 法国当局抓都抓不完 于是进入20世纪后 法国当局便开始在女权主义者的步步紧逼之下 一步步的开始妥协 法国当局最先向女权主义者们妥协的是教育 1850年 当局颁布法案 规定人口超过800人的市镇 必须开设女子学校 之后又进一步将办学门槛降低到500人 法案立竿见影 仅1875年就有230万女童入学 1881至1882年颁布的费离法案 又进一步在法律上确认了男女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 免费就读公立的非教会学校 紧接着1905年 已婚妇女取得了诉讼权 1907年又取得了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 1938年 女性的民事行为能力也终于得到了确认 妻子终于不再有顺从丈夫的义务了 不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这些权利啊 其实都是法国女性在大革命期间就已经争取到的 只不过后来又被取消了而已 所以男人对于这些方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妥协的 真正男办的其实是选举权 这也是当时的女人最主要的诉求 因为只要再拿下选举权 女人们一人一票就能干死拿破仑法典了 于是法国女权主义者们又开始为选举权疯狂冲塔了 几乎每年国庆节都要搞个大事情 当然了 发表文章 绘制漫画 组织集会等等软性的冲塔也一直没有间断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支持女性选举权的提案 每次都在国民议会上 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 但每一次又都被参议院打了回来 于是女权主义者和男人组成的法国当局就这么硬生生推拉了几十年 期间经历了一战和二战 一战期间 平时不被允许工作的女人被动员起来进行生产 为了紧急供应战士军需 他们只能呼吸着有毒的烟雾 毫无防护地接触腐蚀性物质 操作危险的切割机器 一周七天不休息 每天站着工作十到十四个小时 干一样分量的工作 拿到的薪水却只有相同职位男性的一半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法军在二战开始后五周就投降了 从此以投降速度之快闻名于世 终于在1944年4月 应不起来了的法国当局通过法令 赋予了法国本土女性选举权 女人从古至今一直在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 做牛做马还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 直到战争让他们来到过去被男性霸占的岗位上时 他们的劳动才被看到 说到这儿真的让人有些心酸 但无论如何 法国女人终于有了选举权 下一步当然就是要求在立法机构中获得席位了 毕竟一个完全由男人组成的议会 怎么有资格为一个由男人和女人 共同组成的社会制定法律呢 就这样 在女性获得投票权后的几年里 选举几乎成了女人的主秀场 一万名女性当选第一届市政议员 33名女性入选国民议会 占比5.6% 还有21名女性进入参议院 占比3.6% 虽然从性别比例来看 政府机关还是完全由男人霸占着 但这已经是女权主义者们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了 1967年 法国女性终于可以在银行开户了 1970年 他们也可以自行选择居住地了 而到了1975年 血红条款也终于从法国民法典中删除 通奸也从此不再被视为犯罪了 但女人仍然没有拿回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19世纪 法国当局把社会底层的贫穷归咎于高生育率 认为家庭贫困是工人阶级女性生太多孩子导致的 而到了19世纪末 当人口结构出现问题时 当局又开始怪罪工人阶级女性不生孩子 要制定政策禁止避孕和人流 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为了能自主掌控自己的身体 妇女们踏上了争取避孕权和堕胎权的崎岖之路 1971年4月 女权主义者们发表了著名的343宣言 343名妇女公开承认做过人流 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文艺界人士 1972年 一个年轻女孩被侵害后做了人流 侵害者得知后竟反咬一口 把女孩和协助女孩的母亲告上了法庭 最后在女权主义者们的努力之下 女孩才被无罪释放 1974年秋天 新卫生部长才终于提出了第一部 放宽自愿终止人生的法案 虽然只是放宽 也遭到了无数人反对 最后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天 才以248票支持 189票反对通过 后来又经过无数抗争 直到四天前 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件事 女权主义者才算彻底赢得了这场战斗 在那之后 女权主义者们又陆续争取到了 无痛分娩等权利 但是直到今天 女权主义的目标都还远没有实现 对女性的骚扰和歧视 厌女和男根崇拜 渗透在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当中 甚至让人习以为尝到无法察觉的程度 没有一个女人在成长过程中 没被男人骚扰过或侵害过 女人既不敢让人知道自己是独居 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甚至不敢在夏季穿清凉的衣服 婚外侵犯从轻发落 婚内侵犯几乎无罪 恐惧几乎渗透在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专门针对女性的暴力 尤其是性暴力 这也是MeToo运动爆发的契机 如今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机构中 还是男性占绝大多数 某些落后国家的情况则更加糟糕 女性直到今天都无法与男性同工同筹 只要有生育计划就会在职场中失去竞争力 有些国家的女性甚至连选票都没有 要想获得选票或者摘下头巾 还得先改变国家的制度 我知道这听起来让人有些绝望 但是回顾一下这整期节目 你就会发现 女权运动发展到现在 其实也就这一两百年的事 但就在这一两百年的时间里 穿裤子 接受教育 参加考试 选择工作 拥有财产 在银行开户 申请离婚 发起诉讼 签署文件 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人流 无痛分娩 等等等等 这些过去的女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今天都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这说明什么呢 各位 一旦女人有了反抗意识 立刻就有摧枯拉朽的能力 我们今天获得的权利和认可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母亲曾经拥有的了 而我们的母亲又比她们的母亲拥有更多权利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女权理想的完成实现 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